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油管平台是国内粉丝数目最多的 当然这也不是新手拈来的成果 因为以我这样的中国公民身份走进这个国际市场 这是一条不寻常而期趣的道路 所以我也用最古老的华众取宠的方法进入人家的眼球 因为以我中国人的身份这样才能得到被聆听的机会 顺便也为推动深圳作为东方硅谷硬件城市的造势 利用中国开源传道者的身份 帮助国人和西方人做西方开源市区 做一些调节和那种交流的工作 我给自己贯扣的帽子是行为偏僻性乖章 哪款世人诽谤的帽子 因为我是想要外国人看到我们这些没有被共性所掩盖的国人 我的开源项目也是国内第一个被开源硬件协会认证的 就是一个Sinovim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就是我作为草根阶层 在跟本土公司和工厂在开源道路的打滚的冒险故事 一般我都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公众演讲场合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只是纸上谈兵 没有任何意义 走场子做秀而已 每次我听到别人高谈阔论开源的时候 对方在那里吞云吐没 我在那里屋里看花 我就想给我看你的开源认证的那个资格证 因为每一个被开源写会认证的项目 你都可以在网站上面搜索到一个序列号 如果我今天杀了谎的话 你们可以上去他们的网站上面 你会发现CN就代表中国001上面写的就是我的 CN002也是我的 CN003也是我的 全部都是中国的都是我的 谢谢谢谢 谢谢我自己有一个座右铭我就说 Less yammering more hammering 就是说少说废话多干实事 就是帮中国做一些调节的工作 所以外国人幻想着在中国开源不被接受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利己主义者 不懂不理解他们的桃花源世界 假若开源不是一条可发展的经济策略 那么那些开源的西方开源西方公司全部长旧关门大吉了 他还用做这样的事情 威远公司最近才开源了一大堆他们知识产权的东西 不是因为他们是圣人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从发展角度 还从营销角度 此时只会给他们带来掌声和丰厚的利润回馈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在推广开源时所遇到的一些障碍 为什么外国人的花源巧语无法催眠中国商家 被中国市场作为参考的标准 我们要怎么样其他人知道 开源是务实的有利可图 并非单纯的以理想主义为动机去而去选择的道路 既然如果提出了这样的论点 那么也应该以发言的身份 应该以我的经历作为参考的论据 我会把我的个人经历告诉你们 经过思考后再决定开源 能否成为你们公司的发展战略 你们当中应该听说过 英国派发给学校的一个叫做Microbit的 那个编程教育单片机 这是一块极好的板子 我自己是承认是一块很好的板子 刚才这么多讲师都提到了Microbit 但是我还是能找查 我还是能找到存在的问题 其一它自身的使用性能是非常有限的 你只能使用它做几个很简单的小项目 这样的话其他衍生产品的公司 可以往这个上面增加更多的扩展工具 以此扩力 这样很好不是吗 是的 如果你的终极目标只是贩卖硬件 但如果你的最终的目标是 要教育两亿孩子 使他们真正受位 这样Microbit 英国的Microbit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 就是刚刚那个 我的叫做Sinovite八卦单片机 就是中国这个是BBC做的Microbit 就是刚刚你们也看到的 这个是德国的Clearbit 因为你在中国 不可能只是给每一个小孩发这样的单片机 如果你想扩大其功能 你还需要购买一系列增加功能的一些其他工具 还需要储存额外的单片机和衍生工具 以防需要替换 这些被损坏或有问题的工具 很有可能 还需要找人去调试 如果衍生工具跟主板不能正确连接起来 所以 这个Clearbit是德国做的 当德国人需要为自己国家制定商应的编程教育的时候 他们也生产了类似Microbit的一些 编程教育单片机 这个叫做Clearbit Mini 因为这个Clearbit Mini上面增加了电机驱动 所以很容易不用添加其他的衍生工具 就可以利用它来教育小孩子怎么样控制机器人 这些 这个新增的功能 我可以说使得这些孩子 对这样的课程更加期盼 增强了他们这种学习的兴趣 由德国人改善之后的Clearbit 功能比英国的Microbit更加长大 也减少了一些类罪的衍生工具 他们制定的一些教育计划 课程计划的确也要比英国的好很多 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你们不知道你们知道 中间的是一个显示屏来的 但是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无论是英国的Microbit还是德国的Clearbit 他们使用的都是5x5的LED布局 这种显示屏主要是用于什么 文字的滚动显示 我之前跟一个Microbit的一个程序员在交流 在网上全部都认识 Microbit的人让我去推销我不愿意 我就说因为他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这种布局主要是想让孩子感受到 他们看到Hello World在显示时那种喜悦心情 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会很赞同他这一句说法 但是作为就一个叫国际教育工具来说 我们中国人看到显示Hello World会有什么想法 没啥想法就是有错鸟语啊 这能给我们国家孩子带来的喜悦感 肯定是没有他们孩子看到Hello World时的喜悦感强烈 你也不可能拿着这个显示 Hello World的教育单片机给你 回家给你也拿来看说 你看我今天在新课程学了什么 这个Hello World 他们不可能因为这样赞赏你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呢我就主动联系了 Client比单片机的开发者 我在那个Twitter上面跟他说 因为我们全部都有联系的 我就跟他说我咨询他们建议 我建议提出把这个5乘以5的LED布局改为12乘以12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支持中文 日语 印度语 阿拉伯语 还有其他不以拉丁语系为主的那些分支出来的语言 就是如果没有12乘以12的布局的话 如果LED用的是5乘以5的布局的话 大多数其他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 国家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体验到 以他们自己国家母语显示Hello World的那种激动喜悦之行 当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时候 我也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发文说 我想要做一个以Microbit和Cliopi Mini为参考的中国版的教育工具 因字体尺寸的原因 我想把布局改为12乘12 并据其形状和元素把命名为八卦班机版 八卦班机版 我想了之后还想了很多东西 风什么乾坤什么的 我想用不同的插口什么做什么什么 但是那些是后话 当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时候 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必须去 说服一些中国的硬件公司 去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说服他们去试剂 并且利用自己自身的电子工程背景 去帮我做实行 没错 然后把这个知识产权开源 这个是开源的 现在也是开源 在GitHub上面有 这个对于我当时的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有了几次经验之后 对我来说就是 我会说最重要迈出的第一步 是要让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开源 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强大的社区去支持他们 不只是要求那些程序员说 把那些代码电路图上传到GitHub 某个网站上面 重要的事情再怎么强到也不为过 如果没有一个话题社区 没有预日 没有人关注 那么你只会得到徒劳无功的结果 或许我应该以一个比较通俗的类比 跟你解释一个情况 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反正我们会聚会在那个宿舍里面吃火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即使不是同一个宿舍的 其他人也想要参加到打火锅当中 每个人都会买一些东西 说你带这些 我带这些 你带零食 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方式 不仅可以分享到美食 而且可以接到新的朋友 但打个比方说 你过来聚餐 你带了很好的零食 但是我们宿舍的人不认识你 你也不主动介绍你自己 而且你也不跟其他人交流 每个人都吃了你的零食 每个人都心存感恩 但当你回到你宿舍的时候 结果很可能就是 我们记得吃了什么 但是我们不记得是谁带来的 本来你可以借此机会 跟我们成为朋友的 但因为你的悄然无声 来如流水 去如风 你只不过存在于过去进行时 你只不过来参加了那一刻的聚餐 没有其他存在的意义 这个类比用在开源中 就如你发表分享了你的产物 但是没有参加到社区的互动中 在建立任何一段双方得意的关系当中 他们不仅需要你所带来的东西 他们还需要喜欢你 他了解到你的存在 去认识你 所有成功的开源项目都跟社区有着这样的连带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把深圳的公司看作是一个可以利用新年年花钱去搞这样派对的人 我是那个大家都认识的孩子 我可以邀请到很多有趣人加入到我们的火锅聚餐里面 借此机会社交了解对方 我已经在海外媒体海外社区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为几个海外硬件媒体都写过文章 全球最大的创客杂志报导过Sinobi的制作过程 德国的Cliopi mini开发团队很高兴看到 他们的开源项目能够帮助到中国 也曾经把我们需要项目的一些文件交给我们去参考 这样的模式在产品公布之前就一个希望壮大贡献人的市区 这才是开源最重要的一环 当一些顾客或是开发者鼓励你去开源时 但你并没有支持你的社区群体 你认为即使你开源了会有什么后续结果 难道一些不认识你的不了解你项目的人 没有可以交流的社区 作为一个外人他们会过来帮你改善你的项目 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创业不久叫做Eleco的公司 他们提供设计服务还有和有生产能力硬件公司 去做这个项目 因为我知道他们前身跟创客和教育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以我个人的推广方式 我能确保能为他们带来曝光率 我也深知把项目交给这种有经验的能力完成的人 只会为他们的劳动成果带来积极的影响 我把我的主意告诉了他们 也把德国开发团队给我的开源文件交入 就添加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能够完成工程那一方面的工作 我就能确保他们的产物得到曝光 并且得到社区的肯定 当然结局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三个月后第一批 Synobi就被生产出来了 真的是只是三个月 递交的文件也被开源硬件协会审核认证 有了所有的预热 当我们把文件公布出去的时候 很快海外硬件失去的程序员 就纷纷前来帮我们改进这个硬件的代码 Limo Free 应该有些人知道 是Adafruit Industrial的创始人 他这个公司总公司价值应该就是 三千万美金左右吧 到三亿美金左右到现在 前上个月我才去美国参加官司他们的 他是跟我很密切关系的 很密切关系 Limo Free他自己也入手了一堆Synobi 并要求其员工为我们的产品写 能够与他们产品 因为他自己自身是卖硬件的 做硬件行业的 相配合使用的代码 也为我们着手写了一个 以Synobi为教育工具的课程计划 印度的一些教育学者也出来 为我们的Synobi增加了一些 以印度语的开源教育资料 三个月后我就成为了 中国所谓登上美国创科杂志的封面人物 封面选择了我举着Synobi的那张照片 里面有两个页面讨论的都是 Synobi在Synobi工程方面做的事情 大概再多看一点 这个也是Synobi的东西 已经写了 有Michael Python的那些资料在上面 是Adafruit的人帮我们写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 创客朋友 他自己一个一个用Embed 一个一个画出来的 因为我们没有 就是说中国的开发团队 所以他们有过来帮我们 那个中文字库 大概有1万到2万汉字 如果没有 他我要去买那个电子包的话 可能要几万块钱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 这个算不算是成功的开源项目 在我来说肯定是 是一个成功的 因为是我们自发要去做的 没有人强迫我们 而且他们也从中获利了 不仅得到广告啊 杂志啊什么的 我也上了 所以我算得上是 非常成功的一个 很多人看我的油管频道 可能都知道 我做的很多视频 都是跟三立打印记相关的 我记得三立打印社区 规模都不大 非常紧凑 彼此都了解彼此 好像来来去去都是那一群人啊 在讨论来讨论去都是那一群人 但是我们大家都交流过 也在私底下讨论过啊 私信什么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 但是大家都很友好相处 市区的人都知道我对 开源GPL许可协议的看法 他们如果要和中国这边协调 总会有人跟西方的公司说 你直接跟NAMI说就行了 他跟所有的中国 三立打印堂乡都认识 而且他很凶 大家都很怕他 然后我就想 我是不支持他这种 胡说八道的说法的 因为以我的形象 肯定是一个弱小啊 我第一次跟创想接触的时候 是要是答应 帮他们参观 还有拍摄他们的生产车间的视频 并且摆到我的YouTube平台上 去帮他们宣传 有一句西方的英语是 You catch more flies with honey than vinegar 当时我提出的要求是 他们在镜头面前跟我谈论 开源的事情 并且认真处理 我很惊讶 我就想他肯定不会 因为他拼命的在微信上面叫我去 我就说我不需要你的钱 但是你要正式市区的问题 我很惊讶他们居然是同意了我请求 就我之前所说的 我认为跟社区的互动 是开源项目成功的关键钥匙 我采访了创想的其中一位老板 这是创想其中一位老板 他们一共有三位老板 在武汉那边也有自己的工厂 现在最近 换了新的工厂越来越大 反正就是越做越大 也把视频摆放到了油管上面 很多人给我们支持 两个人其实用中文的 我后来加了一个英文字幕而已 给对话积极评价是积极的 因为他们 哇没有想到 那老板会居然会理我 搭理我这种小圆幕 还跟我讨论 再后来创想 其实他们现在是我频道的赞助商 他每个月会支付我一定的费用 去支持我的DIY项目 我也在市区为他们扮演着 开源传道者 还有调解跟西方人的东西 我们广多人说就是 我洗楼的国色 在崩溃 我洗楼就是我们双方 帮双方做调解 做调解的人 我不受他们公司的调益约束 我也不用每天去他们公司上班 开会 中国的公司开会 长篇大乱的我都不听的 我是作为一个外人的身份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指引公司去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了解自己的文化 在做调解跟解释事情工作的时候 往往比外国人有更大的优势 我有着 在我们合作大概一个月之后 在世界卖的最畅销的CR10S打印机 就是完全开源了 遵从了GPL的许可协议 所以在此之后 我跟公司就有了更多围绕 开源 有那就行 开源细致分析和讨论 由我提交了第二台 卖的最畅销的3D打印机文件 给那开源硬件协会 并且成为了中国第一台被认证的 Anders Free 现在是中国 国内第一台被开源硬件协会认证的3D打印机 所有你需要的文件 CAT文件 物料清单 主板电路图 硬件 所有的详细的在GPL上面罗列出来 你完全可以自己删在一台一模一样的3D打印机 因为完全是开源的 所以用于商业用途也没有关系 任何人都可以换个名字和牌子 做同款产品 无论是商业用途 或者是你个人有淘宝 你要DIY卖给顾客都没有问题 没有办法的 是完全开源的 在GPL上面也是 也是我去做的 因为我们把这个全部开源了 很快 当然在深圳这个硬件天堂城市很快 有一大堆山寨机 你们也可以去再那个看到 对于创想三维公司来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冒险游戏 你把自己卖的最畅销的3D打印机文件供居于世 有一句拉丁谚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他就是初略翻译过来说 就是敢聘才会赢 创想确实是豁出去了 放手一搏 他们也赢了 在一周内 这个Ander Free 就成为亚马逊销量第一的3D打印机 过百的购买者都清楚的知道 这台打印机是完全开源的 他们买了这台打印机 他是有改进的机会 也是因为这个因素他们才买的 创想坚持了开源 这一条道路 把其他的开源打印机 的代码其实也公布出去了 现在他们所有打印机都是开源的 也是很多商场工作了 一直都有遵从GPL协议 他们的销售量也是持续高升 很多人很多顾客喜欢的就是 3D打印机就是开源的 这给我们上一堂课 把开源的东西做对了 问心无会 终会有收获 有回报 你可以选择完全开源 只要做对了 便可以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最关键的一点 重要的事情 我要说三遍 市区互动真的很重要 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 不只是一家没有亲切感的公司 一家 faceless company 一家就是说 没有亲切感的公司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每个 每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 都会有一个线上市区 如果你们的工程师不活跃 不跟失去的人交流 那么你失去的人很乖就会离开你啊 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的 一个对话框也没有 如果光靠在github上面 上存一些开源文件 但又不跟失去的人交流 你别指望 当你们的工程师在网上 要求跟别人合并 合并一些项目 并且互相协助的时候 别人会打理你 特别是西方人 特别是西方的开发者 人家是不会打理你的 这样你就无法 从这个开源的手段去引力 以上针对开源的几个论点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要成功还是要有一个思想 开比较开明的老板 如果你的 就说老板比较那种 比较守旧啊 固步之风啊 不愿意听你的 因为在我们中国 我们是有阶层 怎么说 有阶级 很多人都知道 在中国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程序员就直接说 老板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我有这个想法 你看中国要这样 你明天就炒你犹豫了 因为自大 他们不会愿意接受建议 或是新的点子 但是总会有其他人 会愿意验证这一条道路的 我们中国人一般 对功和名和利 是一般比较饥渴的 饥渴的人必须要思想开明 利用各种 各种途径 各种方法去填饱肚子 无论我今天给你是素皮也好 我要你煮的来吃 只要烹饪方法对了 开源 绝对是可以让你盘满肚满的 然后最后 我还是我要说我那句 少说废话多干实事 谢谢观赏